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另一个人却漫步公园 眼睛总是看那些美好的植物和风景 虽然他也看到了狗屎 但他总是绕开 因为他知道狗屎也会让鲜花更美丽芳香 他将注意力完全投入到欣赏春天的生机盎然当中 尽情地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美好 这个公园就象征着我们的世界 这两个人就代表了抱怨和感恩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也代表了失败与成功两种不同的命运 不同的思维模式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 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 完全不同的命运 有一位智者曾说 看到即得到 看到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其实不是知识与智商决定命运 而是思维模式决定命运 最简单转变自己思维模式的办法 改变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不抱怨 不抱怨的力量有多大 美国有一位作家在打车时 无意间乘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 司机穿着整洁 车里也很干净 他刚坐稳 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 卡片上写着 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 最安全 最省钱的送达目的地 看到这句话 作家眼前一亮 心想这个司机真是与众不同 这时司机开口了 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吗 作者更诧异了问道 你的车上难道还提供饮料吗 司机微笑着说 是啊 我提供咖啡和各种饮料 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 作家兴致来了问道 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 司机从身边的保温杯里 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 然后又递给了作家一张卡片 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 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 作家顿时觉得 这车太特别了 于是他没有看报纸 也没有听音乐 而是和司机聊了起来 途中这位司机还善意地提醒作家 离目的地 还有条更近的路是否要走 作家觉得温馨极了 于是他好奇地问司机 为什么你的车费 和其他人收取的都一样 我坐别的出租车 司机都是抱怨堵车 抱怨收入 而你为何这么喜悦 而且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 司机回答道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像其他人一样喜欢抱怨 糟糕的天气 微薄的收入 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 每天都过得很糟糕 直到有一天 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 不抱怨的世界 一书中的观点 说道 如果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 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 我突然明白 我目前糟糕的情况 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 所以我决定停止抱怨 开始改变自己 第一年 我只是微笑地 对待所有的乘客 收入就翻了一倍 第二年 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 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 并对他人进行安慰 这让我的收入 更加翻了一倍 第三年 也就是今年 我让我的出租车 变成了全美国 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 除了我的收入 上涨的 还有我的人气 现在啊 要坐我的车 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 而您 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 一个乘客 抱怨不如改变 抱怨命运 不如改变命运 抱怨生活 不如改善生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Face Tinker 有一个著名的理论 生活中的百分之十 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 如何反应决定 也就是说 生活中有百分之十的事情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却是我们能掌控的 这被人们称为 费斯丁格法则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卡斯丁早上起床后 洗漱室 随手将自己的高档手表 放在洗漱台边 妻子怕被水淋湿了 就随手拿过去 放在餐桌上 儿子起床后 到餐桌上拿面包时 不小心将手表 碰到地上摔坏了 卡斯丁疼爱手表 就抓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 然后黑着脸 骂了妻子一顿 妻子不服气 说是怕水 把手表打湿 卡斯丁说 他的手表是防水的 于是两个人 猛烈地斗嘴起来 一气之下 卡斯丁早餐也没有吃 直接开车去了公司 快到公司时 突然忘记 忘了拿公文包 又立刻转回家 可是家中没人 妻子上班去了 儿子上学去了 卡斯丁要事 留在了公文包里 他进不了门 只好打电话 向妻子要钥匙 妻子慌慌张张地 往家赶时 撞翻了路边水果摊 摊主呢 拉住了他 不让他走 要他赔偿 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 才摆脱 但拿到公文包后 卡斯丁已迟到了15分钟 挨了上司一顿 严厉批评 卡斯丁的心情 坏到了极点 下班前又因为一件小事 跟同事吵了一架 妻子也因早退 被扣除当月全情奖 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 原本夺冠有望 却因心情不好 发挥不佳 第一局就被淘汰了 在这个事例中 手表摔坏 是其中的10% 后面一系列事情 就是另外的90% 都是由于当事人 没有很好地掌控 那90% 才导致了这一天 成为闹心的一天 试想 卡斯丁 卡斯丁在那10%产生后 假如换一种反应 比如他抚慰儿子 不要紧儿子 手表摔坏了没事 我拿去修修就好了 这样儿子高兴 妻子也高兴 他本身心情也好 那么随后的一切 就不会发生了 可见 你控制不了前面的10% 但完全可以通过 你的心态与行为 决定剩余的90% 这样的故事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 生命中都发生过 因为抱怨 导致了一整天的不愉快 甚至带来更大的损失 在现实生活中 常听人抱怨 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每天总有一些 倒霉的事缠着我 怎么就不让我消停一下 有个好心情呢 谁能帮帮我 事实上 能帮助自己的 不是他人 而是我们自己 应该如何做呢 天下只有三件事 我的事 他的事 老天的事 抱怨自己的人 应该试着 学习接纳自己 抱怨他人的人 应该试着 把抱怨转成请求 抱怨老天的人 请试着 用祈祷的方式 来诉求你的愿望 这样一来 生活会有 想象不到的大转变 人生也会更加的 美好圆满 人生是一次 可以选择的旅程 我们无法把控 环境和他人 但我们始终都可以 把控自己 不满 抱怨 矛盾 根本解决不了 我们的问题 反而会让我们 吸收大量的负能量 影响健康和心情 不妨试着 去建立强者思维 就是当面对 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挫折时 不抱怨 不逃避 迎面面对 直接去解决它 当现实 和你的预期不同时 先别急着抱怨 而是怀着好奇 问为什么 然后再去改变 可以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这样长期坚持下去 就不会经常跟自己过不去 跟别人过不去了 对待身边的人 都拥有三不三多的原则 三不 不批评 不抱怨 不指责 三多 多鼓励 多表扬 多赞美 如果家人或同事 的确有毛病 应该怎么办呢 在生活中你会发现 有这样一个现象 有人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别人能够接受 但是有的建议 别人听了就会生气 其实建议的方式 是最重要的 就是三明治 赞美 建议 再赞美 慢慢的 你就会成为一个 到处都受欢迎的人 优秀的人 都是不抱怨的人 他们总会 把消极的想法 从自己内心中 扫除殆尽 让自己的内心 充满了阳光与希望 让我们学习成为 自己创造 美好生活的人 进而影响他人 让这个世界 充满平静喜乐 活力四射的 正面能量 把这神奇的三个字 分享给朋友们 和他们一起来体验 不抱怨的力量吧 感谢观看